这个角色好像之前想要找王思聪演是吗 找谁 找王思聪 是有这样的 对啊 在拍摄《战狼2》时 吴京拿出一百万篇筹 邀请王思聪本色出演富二代这一角色 却被王思聪一口拒绝 我不演比我穷的人 吴京笑了笑表示 先看看剧本吧 这个角色真是富二代 专门为你量身打造的 看完剧本的王思聪依旧不以为然 反倒嘲笑起吴京 你看不起谁呢 就这也算得上富二代 不过这时的王思聪也琢磨出未来了 邀请我演电影是假 找我投资是真吧 听到这话 吴京也不再隐瞒 向王思聪询问能不能投资点小钱 原来为了拍摄《战狼2》 妻子谢南都要卖房子支持吴京了 但这对于投资电影来说 只是杯水车薪 大多数投资商并不看好《战狼2》这个项目 他们更亲爱的是商业喜剧片 而且第一部《战狼》的成绩 也并不足以说服投资商继续投资第二部《战狼2》 吴京眼看着拉不到投资就要倾家荡产了 无奈之下把主意打到了王思聪身上 要是王思聪能出演电影 投资不用多说 背后的万达也能为电影出出力 不过王思聪虽然拒绝出演富二代 但却很爽快地投了四千万 这也稍微缓解了吴京的燃眉之急 之后《战狼2》顺利拍摄《杀青》 上映后短短十天跳房突破四十亿 现在依然稳占第一的宝座 这些成果令当初那些拒绝投资的人目瞪口呆 后悔不迭 反倒是眼光独到的王思聪 凭着敏锐的商业头脑 狠狠地赚了八个亿 《战狼2》开拍时好不容易拉到投资 没想到投资商一句话让吴京立马翻脸 听到这话 一向直脾气的吴京直接爆出粗口 虽然《战狼2》当时拉不到资金 但吴京也不会用投资商的小女友 演技先不说 满脸科技的整容脸能让观众看一眼就出戏 之后吴京选择了华语女演员徐嘉文 虽然知名度不高 但可塑性很强 只是没想到开拍前一天徐嘉文突然坐地起价 要求加价40万 零开拍前要求加价 吴京也是第一次遇到 但当时资金正是紧张的时候 哪里有钱再在演员身上加钱 而吴京秉持着直选队的不选贵的原则 立马选择换人 回家时吴京看到桌上 六瓶番茄酱是好友卢靖山送的 吴京想着与其让别人做得起价 不如找之前合作过的卢靖山 当场就给卢靖山打了电话 战案2的女主你来演吗 就是片酬少点 卢靖山听到这话当场就问了个问题 吴京回答我拍的都是正经电影 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这样卢靖山连片酬都没问就一口答应了吴京 并且禁组之后 没带一个助理 独自和剧组在非洲拍了9个月 你敢相信吗 战狼2中的这场拼酒戏 演员们喝的都是真酒 不少观众看完后都有一个疑惑 那就是这些酒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在拍沙滩上喝酒那场戏的时候啊 因为开始拿的是那种假啤酒 给他们的那个黑哥们儿喝 其实最初在拍摄第一场戏时 剧组的确安排的是假酒 啤酒是用茶加饮料勾兑 而白酒则直接用白水代替 在戏中演员喝完酒需要吐出来 但是在拍第一条时 因为喝的是假酒 黑人演员完全吐不出来 一点看不出来有喝酒后的反应 于是演员找到吴京要求喝真酒 并表示自己酒量很好 让吴京多准备些 吴京也来劲了 当即和演员打赌 如果他能喝赢自己 就给他三倍工资 你找喝得过我 我今天给你三倍的人工 于是他们便开始了一场戏里戏外相同的比拼 黑人演员更是卯足了净罐酒 啤酒还好 当他喝到白酒时 第一口白酒就让他狼狈不堪 当真的给他白酒的时候 那个表情不是演的 哥们那是真的 而吴京当晚更是喝下了三两白酒加17扎啤酒 黑人演员真实的反应也为影片奉献了一个精彩镜头 甚至都有观众怀疑吴京是不是在给茅台打广告 结果自然是没有 之所以用茅台是为了支持国火 我一分钱的 我一分钱的 我一分钱的